许多小朋友暑假最期待的花蓮细水景点 资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暑期水上乐园 18号是热情的开幕了 尽管一早天气炎热 高温来到摄氏35度左右 仍然吸引了许多的家长 带着小朋友前来细水 而第一天已经有破千人潮涌入 而今年还引入了胖卡主题餐车 休闲农业DIY体验等内容 期盼能够丰富园区 迈入第六年的资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暑期水上乐园 终于在18日开幕 免费路员吸引了许多家长带着小孩 一早就前来汽水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路员都需量测体温 并采实名制登记 现场配有45名救生人员 投入安全防护 每天也会公布水质检测记录 期盼让民众玩得安心 我们是从台中过来的 我们这次就是小孩子要放暑假了 专门带他们来花莲这边玩 我们预计就是来四天 然后今天是第二天的行程了 然后刚好碰到这个资卡轩开幕 就过来这边玩一下 超热闹的 将近一千坪的细水设施 有旋转滑水道 照浪池 飘飘河等 还有适合幼儿的幼幼池等多项设施 并打造剩下凉峰森林市集 各式各样的胖卡餐车 周末邀请在地休闲农业区 但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希望体恤 体恤以同理的部分 让大家能够自由地进来到资卡轩公园 水上乐园即日起开放到8月30日 每天上午9点半至中午12点 下午1点半至5点半 周一休闻 更多活动详情可修寻点书 资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记者长邦彦 吉安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